那另一方面美国在台湾问题方面 我们新的一个话题是讲台湾了 美国一方面呢要买这个无人侦察机 比较大型的新型的无人侦察机 四驾还是六驾给台湾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美国的内阁成员里面 排名第八还是第九 反正位置比以前的交通部长要高 那么要访问台湾 而且竟然蔡英文 那您觉得这两个动作在一起 是不是美国在台湾方面又加动了它的分量呢 这个确实是的 这个两手一起来 都卖给这个侦察机卖给台湾 跟这个卫生部长来访的这个一起去发生的 这个是非常的罕见 尤其是我们看这一次卖给四架台湾的这个先进的无人侦察机 这个不是普通的东西 不是小孩玩的玩具 而是呢这个美国最新发明 总价值呢非常的高 这个呢有176亿 176亿这个台币 所以呢这四架飞机这卖给台湾呢 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呢是只会卖给盟国 法国啦或者是什么英国啦 这种水平呢 对于这个卫生部长 亲密战友 所以这个姿态已经明确的不能明确了 所以你再重复一次什么以前那种抗议 什么坚决奉陪啊 什么什么这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这个中国要保持什么什么的制裁的反击的权力啊 这个老调好像就谈的太多了 但是你真的要动手要动台湾呢 现在就非同小可的事情 所以我看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 对于这个台湾跟南海啊 这个可能中国会忍让一下 忍让一下 反正这个财英文没有 还没有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嘛 还没有独立嘛是不是 就到卫生部长去看看 就走一圈也没什么大不了嘛 最多交流一下这种什么什么 这种病毒啊疫情啊 这种什么医疗啊这种经验啊 这这个算是这是医疗卫生健康啊 这种算是民间民生的交流啊 民生的交流这么看啊 没有什么政治性 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什么大不了啊 你觉得北京的反应也就是讲一讲而已 不会真正有什么动作 不会不会 因为如果真有真正动作 美国现在已经把这个底牌都亮出来了 这不会像以前小布什啊什么奥巴马这样的 尤其是这几天啊 我不知道是真实讲 川普的民望又爬上来了 有几项民调在进行摇摆州份 好像他又硬起来了 这个形势是最大的现实 川普已经进入投票前关键100天 我认为他是会赢出来的 他是能够连任的 因为他的这个气势还没有完 但是拜登已经再摔三界了 拜登也没什么话再说出来 而且没有不要忘记还有三场辩论还没有举行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